聪明基金要用来形容租屋 结果却很难 因为想在双北租房子 挑来挑去挑到这种 开门一进门 据说最好的风水位置要放招财的 但有人居然放水塔 这样的设计概念也太奇妙了吧 这房型让网友留言 是要当水塔守护员吗 终于给水塔一个温暖的家 但有的认为租下来 可以掌握整栋住户的生死 更开玩笑说晚上不怕口渴 研判这本来是屋顶 后来加盖成铁皮屋 通常都住就是没有到 要嘛就是很贵 可能要就是简单一点的话 对对 就是要省钱了 台北居不要大不易 因为顶家价钱可以压低 可是说低也没有多低 他们只是把它变漂亮 整体环境还是算差 这还不是个案内政部调查 租金补贴申请户中有近七成 每月租金可负担门槛一万二以下 但台北市租屋的屋况最差 百分之六十五点三 没有电梯 百分之七十二没有管理员 而且租金还在涨 北市租金单价占上 每瓶一千五百元大关 新北市逼近每瓶九百 新竹台中每瓶七百 桃园台南高雄每瓶六百元 和五年前相较 十瓶套房每月得多负担 一千到两千块 这也等于吃掉新鲜人的一半薪水 近年通货膨胀其实让整体的维修成本增加 所以只要在这一年遇到换约 或者是新签订的租约 几乎都面临涨租的命运 租金押不下来就只能控制电费 新制规定房东超收电费最高可罚三十万 七月十五号上路要揪出二房东 只是租金高居不下 租屋足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东森采集新闻 刘子澄 刘盈盈在台湖岛